大家好 无论有些个人 对西包子是多么的热爱 无论有些个人是希望中国老百姓都 饿死光了 也无所谓 任凭你们的内心怎么的坚硬 怎么的黑暗 怎么的冷漠 包子弟好久没有搞正经事了 这是毫无疑问的 包子弟早就已经误须了 李克强老师已经提前接掌了 中共的党政军 万一交 所有的大权都已经开始接掌了 这个事情是毫无疑问的 我们都看得见 说李克强最近主持召开了一个 政治局的一个小范围会 高层的 一个都是干实事的 西包子也参加 那是肯定要参加地 人家现在名义上还是领导人 说就是商量两件事情 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现在伊朗这边的事情 国际形势风云突变 是吧 现在对中共来讲最大的问题是伊朗的问题 为什么呢 担心伊朗的这个国内的这个动乱啊 叫动乱 引起这个中国国内的这个连锁反应 又导致新一轮的人们走上街头 新一轮的六四共产党麻烦了 这对于李克强来讲 这是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不确定性的事件 那我们都知道伊朗这边的的确最近闹得是特别凶啊 特别凶 这个不是说伊朗这边怎么又突然有一个伟大的力量出现 而是那个独裁者要死了 特别特别特别像 中国当年的这个毛乌兹东是吧 毛乌兹东1976年死了 以后中国就开始变化了 毛乌兹东不死 中国是不会有任何变化的 你说是这个道理吧 伊朗现在的情况是一模一样 所以现在土工如临大敌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什么呢 就是席包子折腾了十年 供应链断掉了 是不是 土工中国的比较优势 一个人口优势 一个是土地优势也没有了 然后完了以后 大量的外资外企撤离中国 你这个时候你一个想上来 你怎么把经济重新搞活呢 你怎么让那些 一撤走的外资外企回来呢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对付的问题 所以我们说 习包子也知道 这个李克强也知道自己啊 这个担子太重 是不是 有些个事情你看得到的 比如说在这个国庆的招待会上 他讲过啊 台湾的事情肯定是不会打仗了啊 大家放心吧 大家把心呢放在肚子里面 台湾的父老乡亲啊 共产党 我说无数次 你给共产党给习包子 一百个狗胆 他也不敢打你们台湾 台湾是一个伟大的自由之邦 孔武勇力刚强装胆 我对台湾的父老乡亲 也不信奉好友 唯一的喊话 就是不要过度的 跟在美国的左派的屁股的后面跑 我知道蔡英文是个左派 我知道蔡英文没有信仰 我都知道没有关系 因为你要知道啊 什么东西它都要有一个度 你不要跟着美国的左派走得太远就行了 真的 你不要这个到时候 这个东西它是共产党没有打你 完了以后你倒是自己把自己给搞垮了 就没意思了啊 真正的变化是从里面开始变化的 人之所以死是因为绝对不是因为外面的风云变化 而是里面的身体出了大的病变 得到不知之症 你说是吧 我们一定要搞明这个道理啊 所以呢 台湾的事情 我是有人说是最 未来的20年不会有战争吧 我觉得差不多啊 我也不说这么远啊 我觉得未来10年台湾是绝对不可能有共产党会动台湾的 想都别想啊 完了以后这个改开这么大的园子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实操层面的确有巨大的难题 一个是怎样防止中国的老百姓模仿伊朗老百姓上街 这个东西对共产党来说是致命的问题 第二是怎么样让过去已经撤走的外资外取回来 这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一个是前者是政治 后者呢是经济 我呢 最近大家都知道啊 我开始吆喝我的百年经济识笔记了啊 我是希望大家能够买我的书 电子版 有正体字 有繁体字啊 无论你是台湾人还是大多人 我建议都看一看 真的 我的这套书我自认为写的不错的啊 写的不错的 是我的真实是恶心力学之作 台湾人啊 我们都知道台湾人很多人都希望在中国赚钱 过去有很多台湾人在中国经营了20年 甚至有的是经营了30年 在上海在广东这边啊 赚了不少钱 是不是 但是呢 最后呢 习包子的一通这个封城 把他们彻底打醒了 如果没有习包子的封锁城市 没有习包子上海三个多月的这个 这个绝对的就是说什么 动台清零 静台管控的 很多台湾人还不清醒啊 还不清醒 我看推特上有一个企业家在那里大骂共产党 我一开始以为他是一个怎么的一个政治家 是一个什么人 后来他自己说的 我就是那个这个在上海在中国经营了二十多年的一个企业家 我觉得这哥们儿缺乏反思啊 我不听你的名字 缺乏反思 你首先应该要问自己 你为什么要在中国搞二十年 你对中国的未来的局面你不懂吗 对中国共产党的底色你不懂吗 这个东西我们一定要有啊 所以你看了我的书以后 你能对中国大致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意识形态的走向和一个经济走向 你对你对中国的这个经济史和企业史的双向流变 它是怎么变化的 你有一个了解 完了以后我不是说你不能在中国做生意 全球化嘛 有钱的地方我就要去 是不是 企业家为了赚钱 他是可以抱所有的风险的 只要有利润我一定会去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一定心里要有一个谱 是吧 我是强烈的建议大家 台湾的朋友买我的繁体版 大陆的朋友买我的正体版 事实上就是这样子的 我之所以有两个版本 你只要买我的书 我都会把两个版本同时给你 你如果是大陆人 不叫大陆人 你如果是中国人 你去看简体版 然后那繁体版 你做个纪念吧 如果你是台湾人 你去看繁体版 然后简体版做个纪念吧 还有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看我的那个 仓房人物志 你真的 你比如说里面我就写到 这个 这个顾准 那篇文章写的还不错的 在这个中国的最 有人文气息的杂志 叫温顾 发表过的 给予很高的评价 很多这个知识分子 很多老师们都夸我呢 那里面我都忘了 我昨天说洗包子我不服 然后说顾准老师我不服 里面就写的有 很精彩的 好吧 还有这个任志强 你看任志强 我里面也写的有 哎呦 那叫一个领巴呀 结果把自己领巴到监狱里面去了 都是对土工的实局 对土工的本质 没有一个气生的一个体会 我这是即使打广告啊 也是呢 正儿八经的 说中共的一些个问题 真的 现在李克强也是这样的问题 如果李克强这两个问题搞不好 他也是仓皇人物之一啊 真的 现在洗包子基本上是仓皇人物之一了 是吧 那李克强 一个是这个伊朗的国家的这个动乱 会不会辐射到中国 中国会不会在李克强的手下 然后出现一个第二次六四 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第二个就是 那么多被洗包子赶阻的外资外企 能不能在李克强时代又回来 这也是个巨大的难题 这两个是处理不好 李克强可能比洗包子的下场还要惨 我就告诉你啊 土工的皇上不好当的啊 或者对我们来讲啊 对台湾的朋友来讲 土工中国的钱不好赚的 心里一定要有谱 一定要有谱 知道吧 所以我有些个基本的观点 我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啊 比如说啊 有些人在那里喊啊 说一朗兵变呢 中国这边也要变啊 说你你扯那些有的没的没用 我们所有的老百姓上街一战 共产党就怕了 哎呀 我觉得这种人呢 就是要我要我讲就是什么呢 就缺乏同情之理解 就有点缺德 共产党它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它可以任何事情都敢干啊 这是其一 其二是什么呢 就中国还目前没有到时候 没有说你共产党垮了 或者是大家上街一战的 共产党的中国真的就变成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了 自由民主的社会的第一动因并不是土工的改革 你一定要记住而是什么 而是民情秩序的改变 民情秩序这个东西是很简单的 为什么要有宪政民主呢 什么叫宪政民主啊 什么叫宪政呢 宪政就是几个党派之间彼此制衡呢 是不是 那为什么要制衡呢 是因为彼此都不信任呢 那为什么不信任呢 是因为每个人都不是个好东西 每个人都不是好东西 这个这个观念从哪里来的 那是从基督教的传统来的 是吧 中国不是这样想的 中国是认为什么 里面有君子 里面有英雄 里面有义人 是不是 人以理智性之人 这个东西你如果没有形成一个民情秩序的话 你再过一万年也不肯民主社会 好吧 所以我是真的是不建议大家街头一战 我知道中国的老百姓也没有那么大的胆量 也挺认怂的 但是我还是建议 土共就是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在一堆垃圾里面 找那么一两颗粮食的这么一个国家 而不是在一堆这个丰盛的原野上面 我要找黄金的这么一个国家 真的 你不配黄金 你只配这个在垃圾坑里面找一点吃的 就这么一个社会 所以你这个时候如果是听那些个人的 开人道不像少大 完了以后上街一战 那你就当炮灰了 共产党杀你一点都不会留前面 我跟你说 分分钟秃秃秃就把你给干掉了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 因为民情知识没有改变 你不要以为有人支持你 这个东西你就靠谱 没有的事 共产党中国的那些个人的价值观 都是随时摆动的 你看六四 六四搞得闹得凶的时候 那北京的大爷大妈 哪个不支持学生吧 后来我告诉你 北京街面上的大爷大妈 哪个不骂六四的学生吧 是不是都是同一伙人 像我们读圣经的 我们就知道这个道理 耶稣在传道的时候 在登山宝训 在讲他的伟大的真理的时候 那些犹太人听的是热泪盈眶 还用五饼而语围保他们 无数的人跟在耶稣后面 是不是 他是一个当时最大的一个民间的明星 后来耶稣要被他们盯死了 要杀死了 又是那些个人 就是那些当年听耶稣讲道的人 然后高喊杀死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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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喊你爹喊你哥 喊你亲爱的 明天就骂你是个人渣 所以我在这个优惯上混 我是从来不看别人夸我的 你骂我我可能会看一看 是不是 你夸我我根本就不看 为什么呢 我们私底下 夸一夸是可以的 因为我知道你嘛 你也知道我嘛 如果你公开的夸我 我一般会保持一个巨大的警惕 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无论土工中国怎么变 是吧 无论土工中国怎么改革 你都不要当那个炮灰 真的 所以我们就是要保持一个冷静的心态 与共产党保持一定的距离 有些话是很对的 叫做非暴力不合作 非暴力我不知道啊 我不谈 因为非暴力它有一个前提条件的啊 但是不合作这个东西是很好的 真的 你要保持一个必要的一个距离感 所以这两大难题的话 李克强他能不能搞定呢 够呛 非常的难 但是呢也不是没可能 据说这个开会的时候 吸包子从头到尾一句话都不说 吸包子群的已经是就是坐在旁边 就是喝酒 是不是 皱着个眉头不说话 为什么呀 因为他希望李克强搞不定嘛 他一搞不定 他就 吸包子自己就牛逼了呗 就这么一个心态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虽然吸包子不说话 虽然吸包子表现出一种看人道不现实大的这种心态 可是里面是按钮涌动啊 杀身四起啊 你一定要小心作为中国的一个韭菜 中国的一个老百姓 你不要当炮灰 真的 没有必要 你没有当炮灰的资格 你也没有当炮灰的必要 是吧 你就安安生生的过点日子 真的 有钱的时候 能赚钱的时候 你赶紧努力工作 像我一样 天天不停的扯吧扯吧 赚点钱 如果有天赚不到的 你就休养生息 是吧 你就节衣缩失 熬过最艰难的时光 是不是 谢谢